这里面呢 我们上一节其实把引用说完了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再把引用的几个点 大概说一下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调用组件的函数 我们刚才说引用啊 我们只引用了 刚才我们看这个例子里边 在引用里边 我们只引了它的什么样 我看一下 在3里边 我们在这边只拿了它的一个 就是REF 这个StateA 我们只拿了它的一个变量 那我能不能调用它的函数啊 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怎么调用 我们这在这 因为是第四节了哈 我在这新开了一个文件夹 00401 一会下面我们就要介绍bypack 所以这边有文件夹 就是把它封在一个小的子文件夹里边 OK 我们在这儿 新建一个 叫001 好 拿过来这个 这个直接应该能过来能跑 对吧 对 在这儿 刚才我们这儿访问的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在这儿访问的是 reft react child StateA 对吧 我们拿到的是它StateA 那么现在来讲 我们刚才看我们 这个PPT里说的 我们能调用它的函数 好 我们来给它调用一个函数 给大家看 随便找个函数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函数吧 F1 这函数名字有点扯啊 console 点log 然后这个地方是 我们就 打印一行 就是in chill的F1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行不行 没掉哈 我们这刚刚刚把F写完 我们没在这儿掉 D的amount 我们再做一个 不做console log了 直接是this.refs.chill的F1 对吗 嗯 inchill的F1吧 可以吧 这个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我不但能调这个 我不但能能调用函数 调用函数 同时还能传递一个参数 那我怎么传递参数啊 我传递参数 那我就再来第二个呗 再来一个 F2 console.log 先把它放这儿 然后这儿呢 我给一个叫 叫b的一个参数 反正你传一个参数 进来b嘛 那我放一个b进去 好吧 这没有问题吧 然后在这儿呢 那我再调用 比如这给一个5 参数传进去了吗 对吧 你在那个函数里调用的时候 能看到它就行了 5出来了吧 是可以的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拿了那个东西以后 你怎么弄都行 然后第三个 有一点就是 Ref不可重复 Ref不可重复 如果Ref是重复的话 那么在先的组件 将被覆盖 它反映出来 是在后的那个组件 能理解吧 那么我们来 来试一个例子啊 我们还是在这个例子上试吧 这个child 现在上面没绑任何的参数 你看到了吧 没绑任何的参数 那么 我现在可以给它绑一个参数上去 我们可以给它绑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A的参数吧 比如开始第一个是12 第二个呢 我们叫5 好吧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这个value呢 我这个名字 我就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 this.props.a 这个让你能看见 它是不一样的 那个什么 然后我在这的时候呢 我会访问 访问这个 chill的propsy 我访问他的propsy 我访问他的propsy的话 那你就知道 它是第几个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的位置啊 我们来刷一下 对 这12 这15 对吧 我们看到 你做完这个以后 拿到的是什么 这个上面拿的是5 12被覆盖了 也就是现在你拿着任何的一个 这个地方 你运行 拿着这个 react child 当你只有两个react child的时候 你这时候 第二个 会把第一个覆盖掉 能理解吗 OK 然后呢 底下问题 一个问题 我们说的都是副组件 能调入子组件 那此组件 怎么调入副组件 除了刚才 把一个funk 拿进来以后 就是我怎么 拿到副组件 然后在副组件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能拿到 是这样用 我们要想拿到副组件 我们在这 component dead mount 我们在这里盖一下 console 点log 然后我们是 第四点 什么 refs 也是refs 然后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那什么 这样的这个地方 要再给一个东西进去 比如我给一个叫parent的东西 参数 这个参数给进去的时候 我们把第四给进去 上面这个 我们就 就注视掉了 这个有点 有点捣乱了 好吧 我们这给一个parent的进去 我们给一个parent的进去以后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 props.parent dead mount 我们看一下 他能拿到这个parent parent 或者说我们访问parent里的一个东西吧 你看parent里有啥 由state 到involved value 点state 点 把它拿出来 出来了吧 这是那五 这个得多打一遍 要不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谁对谁了 这是子组件 看到吗 子组件 王校长 能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是子组件里的 也就是说 当你需要知道 副组件 需要子组件的时候 子组件 需要知道副组件的时候 你就把副组件 的第四 直接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所有的东西 能拿着这个 因为我们要知道 大家要 不要被整个 这个东西迷惑掉 大家要知道 整个它底层 还是javascript 它只要拿到 那个object 所有的东西 都能看得到 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能看得到的 所以只要拿到的 object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操作 OK 那就是 这是我们 最后在refs里边 要讲的几个小点 OK